大家好 现在来到的是唐顺陵 唐顺陵并不是唐代皇帝的陵墓 这边叫顺陵 是 沐泽天 哀荡其墓 秦顿 沐泽天之墓杨氏 死于唐高宗 贤亨元年 即公元670年 年92岁 放到现在也是高寿 唐顺陵距咸阳国际机场 仅一公里 这边挨着机场 造成还点大 唐瑞宗永昌元年 即公元689年 武则天称至 追尊母亲为中孝太后 改幕为名义岭 元寿元年 武则天称帝 追尊母亲为名高皇后 改名义岭为顺岭 后来唐瑞宗和唐玄宗 在710年 及713年 两次废除零号 而现在仍延续顺陵的教训 顺陵是唐代 最有代表性的陵园之一 最引人注目的 是其地面遗存的 丰富精美的石刻 顺陵现存的滑表 柱顶高是1.8米 这是一个滑表 藤代的滑表 前面是 是一个神兽 带翅膀的神兽 看头有点像牛 前面这尊 石像为天鹿 昂瘦端立 神态镇静而威猛 这雕刻的还是很精美的 肩部和前腿两边相接触 长有翅膀 翅上刻卷纹 四肢雄剑 长尾脱地 汉书称此寿为谢制 唐玲多此时刻 而以顺玲 所刻的形体是最大的 最为生动 这是天鹿 有独角鹿手 牛身 马蹄 双翼 顺陵的天鹿共有一对 位于灵前神道两侧 顺陵的两只 天鹿时刻为圆雕 身高连底座为 4.5米 长4.2米 宽是1.9米 体积之大 府下可容纳几个人 形体高大 结构夸张 对于头部和双翅的雕刻 更加精致 双翅 刻成卷云纹浮雕 华美而充满生气 制作时必须选择 超过整体体积的一块巨石 充分显示出唐代雕刻家的 创作 气魄和雕造记忆 这个时 雕刻很精美 在唐代以前 灵墓前主要劣质的是 天鹿和辟邪 以虎为圆形 雕刻 汉以后 这种神兽 兼有了虎诗二者的特点 并且诗的成分 越来越多 石诗彻底取代了 天鹿 辟邪和石虎 在地灵 石刻中的地位 是由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前领开始 并在以后 历代地灵石刻中 有所沿洗 顺领走失 雄狮最为雄伟 特别是高高凸起的 健壮的胸肌和向前脉步的 腿比例匀 富有质感 雄狮高3.15米 长3.2米 宽1.45米 重40余吨 体态高大 造型凶猛 四爪强劲有力 似乎在阔步缓行 阔口半开 使人如闻狮子震撼山林 舍服百兽的吼声 是唐代驻灵中 现存体型最大 最具代表性的 时刻之一 武则天母亲的灵墓 并非帝王之灵 能有这么多精美的雕像 是因为 武则天当年下令 征集天下的能工巧匠 精选石料 建越先朝帝灵的制度 超标准地为顺灵雕造了多尊巨型时刻 不过顺灵的墓主 阳世 毕竟不是真的帝王之后 所以不但不为世人所承认 还成了李唐后代 谢愤的场所 所以这里 充分彰显了当年的各种权力斗争 权力的角度 唐顺灵背后的故事 也反映了当年唐代的历史 反映了当年 和权力的变化 现在看来顺灵虽然不是帝灵 但它是唐代规模 最大 级别最高的 一处皇家外戚陵园 石刻气势雄伟 在唐代陵墓中 最为杰出 所以说 这是典型的 母以女贵 因为武则天称帝 他的母亲得到了如此 超越形质的待遇 唐顺灵的面积 从83070平方米 最终扩大到 1094624平方米 增加了12倍 居然超过唐朝开国皇帝 唐高祖 李渊的县灵面积 近乎一倍 这是咸阳机场附近的一个王府井 没想到陕西咸阳这还有王府井 王府井赛特奥兰 王府井赛特奥兰 是 主要你发现 北京有的西安都有 北京没有的西安还有 还有朝阳门 朝阳门还挺壮观的 往前方红绿灯出行 所有车道都可出行 这个IQO IQO卖什么的 鞋 美媒记住IQO卖好鞋的 对 陕西咸阳机场附近的王府井赛特奥兰 王府井赛特奥兰 陕西咸阳机场附近的王府井赛特奥兰 我们来吃早餐 来买卖当劳 但我觉得好东西开门呢 现在是仍然下着雨 所以呢 主要是我一个人下来参观 而且他们年仨对这些也不感兴趣 这边是上官婉儿的墓 也是一个小公园 上官婉儿是武则天的 算是 宰相吧 陕西文物保护单位 唐昭蓉 上官婉儿 就在这里 上官婉儿是唐朝的女官 诗人政治家 为唐高宗时期 宰相上官怡的孙女 亦是唐高宗 李治之才人 唐中宗李显之昭蓉 因此又称上官昭蓉 上官怡 获罪遭诸后 上官婉儿随母亲 被发配入夜庭为官婢 十四岁时 殷聪慧 善文 德武则天重用 任女官 掌管 宫中 至告多年 有金国女宰相之名 中宗年间 被封为昭蓉 执掌朝纲 权势日盛 左右朝政 期间大量设置 昭文馆学士 待朝廷品评天下诗文 一时诗臣多集齐文 在公元710年 林兹王李隆基起兵 发动唐龙之变 唐龙之变时 熟蓬与太平公主 共同起草的 忠宗遗昭 向王辅政求免 但仍被李隆基下令处死 这还有这个 有这种浮雕壁画 熏香藏书 品评诗文 还有个人给他 放花呢 字诗 近年来 一些关于唐朝历史的连续剧 都有上官婉儿的形象出现 所以上官婉儿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这是出土的上官婉儿的 慕明志 慕明志上提的是大唐故昭蓉上官是名 慕明志是楷书 近一千字 记载了上官昭蓉世系生平 享年藏地等信息 可以确定牧主人的身份 根据慕明志记载 上官婉儿藏于唐景云元年 即公元710年8月 与史料记载相符 该地在唐朝为 雍州咸阳县 茂道乡 红卢园 是北朝晚期 至隋唐时期 京师长安附近 重要的牧葬区 现在这里周围有很多的工厂 是空港 新城 零空产业园 武则天对于上官婉儿来说 应该是仇人 因为实际上是武则天 下令处死 上官婉儿的祖父 上官仪的 不知道当年上官婉儿 辅佐武则天使 是以什么样的心情 在工作 上官婉儿牧 是2013年9月发现的 墓地规模不大 陪葬品也不多 墓葬曾遭大规模破坏 据专家分析 很可能是古时的官方毁墓行人 能变成了 杨贵妃墓井区 这点是唐贵妃墓井区 唐贵妃墓井区 唐贵妃墓井区 过了这道门就可以看到杨贵妃的牧种了 这个是杨贵妃的牧羽 来到这里呢 也主要是因为这里也是当年一个重大历史的发生地 这里可以看到一只小蝴蝶 虽然只是不起眼的菜粉蝶 飞来飞去也很应景 在唐玄宗后期唐玄宗统逆杨贵妃 后来发生了安史之乱 当年唐玄宗轻信杨国忠的谗言 让戈书焕出兵抵抗叛军 让驻守同关的戈书焕出兵抗击叛军 结果唐军大败叛军攻入长安 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以及杨国忠和众军士 落荒逃到马尾坡 也就是逃到这里 这里是发生马尾兵变的地方 唐玄宗一众逃到了马尾坡 途中将士鸡皮六军愤怒 认为杨国忠作乱才导致安禄山谋反 又看到这只小小的菜粉蝶 他一直在杨贵妃墓种这里飞 还挺有心的 杨国忠在逃跑过程中被众人杀死并肢解 韩国夫人秦国夫人也被一并杀死 杨国忠被杀后众将士要求唐玄宗杀死杀死杨国忠 高丽氏劝说玄宗 当下最重要的就是保军心的安定 杀死杨贵妃 玄宗忍痛命令高丽氏 在佛堂一死杨贵妃 此后玄宗入蜀 太子李亨北上陵雾 后世史家认为 马尾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 长安失县 君储逃亡 安史之乱进入最高峰 六军不发无奈何 婉转峨眉马前死 花点尾地无人收 翠翘金雀欲骚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香鹤流 今天咱们看到历史上这三位女性 杨贵妃和上官婉儿 实际上都是被唐玄宗赐死 而武则天的母亲却活到92岁的高寿而去世 并得到厚葬 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